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个非常迷幻烧脑的电影 富二代小伙风流一声,结果遭到报复被毁容 故事从一个安静的早上开始 闹钟录音机中女人的声音喊着大卫,睁开你的双眼 朦胧中,大卫慵懒得起身 走到镜子面前看着帅气的脸蛋,不禁从心底勒开了花 然而,他突然发现了一根白色的头发,瞬间影响了美丽的心情 他开着豪车,前往Happy的路上 奇怪的是路上没有一个火人,气氛如死灰一般 他看了下手表,明明是早上九点多,大家应该都已经起床了呀 可是找遍了所有街道,竟然没有一个人 诡异的气氛终于还是吓到了他 扔下了豪车,惊慌地狂奔在繁华的中心大街 随着他惊恐地大喊,大卫再次重新醒来 原来刚才的事情只不过是个梦而已 现在的大卫刚刚从昨晚的缠绵中缓过神 床上还躺着疲惫的当工女星朱莉 很难想象他们昨天晚上做了什么可耻的事情 看着他们疲惫的表情我就知道 昨天晚上,他们肯定玩了一个晚上的斗地主 大卫百分百输掉了几个亿 朱莉本赚不赔 貌似大卫也不在意那几个亿的事情 他对昨晚的事表示很开心 朱莉为了昨晚和大卫在一起 放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试镜机会 两个人告别后,大卫开着豪车重新走上大街 环顾思终忙碌的人群 他才放心地惨下油门 接上了自己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莱恩 莱恩是一名作家 写的小说一直没有受到任何 如果没有大卫对她资助 莱恩很有可能早已露宿街头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要好 几乎没有任何秘密保留 莱恩的情商比较低 一直没有找到心仪的女孩 女星朱莉是她的梦中情人 她也知道朱莉和大卫的爱没关系 大卫告诉她 朱莉和她只是好朋友 不能算是炮友,也不能算是情侣 她接到公司秘书的电话,让她尽快赶去开会 她的父亲由于车祸死亡 留下几家大公司和巨额遗产 年纪轻轻的大卫便成为超级富豪 公司董事中 有七个小矮人成员负责管理大卫的行为 在大卫看来 他们一直想要把公司从她手上抢走 大卫确实也无心打理公司事务 只想着尽情地开心玩 公司内部律师团的领头人名为汤米 是大卫父亲之前的老员工 此人对大卫家族十分忠心 和同事七个小矮人是敌对关系 他很明确地告诉大卫 为了维护大卫的公司控制权 不惜牺牲一切代价 还提醒大卫 他现在过于悠闲 给小矮人创造了抢走公司的机会 大卫应该好好研究下 如何布局掌控公司 不应该接着放荡 这番康海激扬的赤词 直接让汤米的工资涨了一半 汤米成为大卫在公司内部的唯一战友 这天晚上 大卫在家里开办了豪华的生日派对 前来的人各式各样 名流商业大佬一大堆 好友莱恩带来一个刚刚认识的女孩 索菲亚 见到她的第一眼 大卫便动了心 主动上前介绍一把被打碎的破吉他 两个人谈天说地 聊得很是投缘 碰巧这一幕被朱莉看在眼里 朱莉的眼神中 透露出深深的嫉妒心 对大卫的这种行为感到非常伤心 为了躲避朱莉 大卫邀请索菲亚来到自己的卧室参观 朱莉则和莱恩搭话聊天 大卫房间中挂了一幅莫奈的真迹 香草天空 是他母亲留下的收藏品 这幅印象派的风景画 洋溢着热烈的色彩 天空 河岸 倒影 流水 和谐地统一在画面中 给人一种非常梦幻 虚无 浪漫的感觉 画作要比真实实景给人的感觉更为浪漫 莱恩谈话时 莱恩最迅速的走了进来 他质问大卫 为什么要喜欢让索菲亚 之前莱恩喜欢朱莉 被大卫抢走了 现在喜欢索菲亚再次被抢 但他并没有仇视大卫 毕竟人家女孩子是主动喜欢大卫的 并不是大卫强迫他们在一起的 离别时 莱恩告诉大卫一句深刻的话 你永远不能体会一个人回家的痛苦 但是 没有吃过苦 就尝不到甜头是什么滋味 言美之一就是大卫的人生 并没有体会到苦是什么 晚上 大卫主动护送索菲亚回到家 大卫明显感觉得出来 索菲亚对自己有兴趣 不过当晚并没有留在那里 因为他是一个延迟享乐者 和索菲亚拍拖的月景 他的快感更强 之后 两个人来往得非常密切 大卫经常去索菲亚的家里做客 这天 电视上在报道一个神奇的新闻 科学家可以把人冰冻起来 等到数年后重新复活过来 科研人员将这项技术命名为声名延续 实验的成果 在小狗身上得到了验证 冰冻了三个月 重新活了过来 大卫对此新闻毫不感兴趣 他现在已经明明得到索菲亚进一步的允许 但他还是克制了自己 等到最高快感时刻的到来 当他开车离开索菲亚的家时 朱莉早已在楼下等候了多时 大卫接触到索菲亚后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朱莉 朱莉邀请大卫上他的车 体验一段美妙的旅程 大卫没能拒绝诱火 一不小心上了贼船 朱莉问了大卫一个很深奥的问题 对你而言快乐是什么 大卫对此不知如何所答 朱莉告诉他 他的快乐就是能够和大卫在一起 上一次的生日聚会 从莱恩口中得知 大卫称呼朱莉是炮友 这个称呼很让他伤心 在朱莉眼里 大卫和他是情侣关系 他深深地爱着大卫 发誓要和他在一起 现如今 大卫一情别恋 还说朱莉是他的炮友 尽管大卫尽力解释 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在他心里 朱莉和他是好朋友的关系 不过 世界上哪会有好朋友在一起滚床单的 这明明就是渣男随意找的借口 既然得不到大卫的放心 朱莉所幸与时俱焚 我得不到 那么大家都别得到好了 一脚油门冲到了桥下 汽车被撞个稀碎 再次醒来时 朱莉受伤过重去世 大卫虽然侥幸活了下来 但是基本上和半残差不多 身体多处骨折 脸部损伤严重 达到了毁容级别 同时 大脑神经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时不时痛感上来 让他痛不欲生 记忆力出现明显下降 很难分清楚现实和梦境的区别 公司七个小感人 鉴于他的这种情况 如果不能恢复正常 大卫的股权将会被强制收回 直到此时 大卫认为是公司小矮人 为了抢公司而设下的拘据 毁容导致他对所有人失去了信任感 连索菲亚他都不敢直面见到 收获对他的身体和心灵 产生了巨大的改变 当时的医疗技术 根本无法帮助到大卫 医生给出的建议 居然是让他戴着一副面具前人 无奈之下 大卫把自己闷在屋里 每天不停地记录自己的生活轨迹 查看公司的状况 通过视频参加公司董事会议 加上有主力干将汤姆的帮助 大卫重新获得了公司控制权 接下来 他终于下定决心见索菲亚一面 和他想象中不同 索菲亚见到毁容的大卫 没有一丝惊讶和害怕 眼神中 透露出期待已久的期盼 他一直在等大卫的出现 索菲亚当即答应大卫的约会邀请 晚上出门时 大卫再一次见到电视上 关于人体冷冻的新闻 大卫还嘲笑这种忽悠人的行为 他和索菲亚约会在一家舞厅见面 舞厅人比较多 大卫失去了信心 不敢让别人看到他毁容 当他戴着面具出现 索菲亚和莱恩表示很惊讶 莱恩对大卫现在的状况 表示很担忧 之前是那么自信 那么狂傲 现如今要靠着面具生活 而且见最好的朋友还不敢正面 莱恩和索菲亚并不是因为 他的外表才和他一起玩耍的 大卫却认为索菲亚嫌弃自己 约会竟然交上莱恩一起陪伴 种种疑心之下 大卫独自一个人来到吧台买醉 一杯接着一杯 喝到自己不省人事 看着索菲亚和莱恩在一旁开心的聊天 大卫心里很不识滋味 索菲亚其实也不好受 他没有想到大卫会变成这个样子 索菲亚告诉大卫 等下辈子我们都是猫再说吧 这番话令大卫苦笑不已 不知该如何收场 分别是 大卫问索菲亚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索菲亚回答他 很快 和当初大卫回答朱莉的回答一模一样 相同的答案落在大卫身上 他知道很快是在敷衍他 大卫多希望自己明天就可以死掉 他质疑莱恩 是不是和朱莉说过炮友的事情 莱恩很明确地告诉他 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看着莱恩护送索菲亚离开 大卫最倒在路边 满脑子想着莱恩和索菲亚亲热的画面 痛苦程度不言而语 令人惋惜 可第二天一大早 索菲亚在他耳边喊着 睁开你的眼睛 索菲亚并没有抛弃他 反而在他身边鼓励他 重新振作起来 说来也奇怪 之前医生说没有办法医治他 现在突然可以让大卫恢复到原来的面貌 事情发展的就好像看科幻电影一样 一场奇怪的手术 修复了大卫的脸蛋 他重新回到了之前自信的状态 和索菲亚过起了幸福的二人小时光 甜蜜程度 让大卫都不敢相信这是现实 很多时候 他都认为这是一场梦 突然的一天 大卫晚上上厕所 打开灯发现自己再次毁容 吓得他惊恐地大喊起来 睁开眼后发现原来是噩梦 重新照下镜子 帅气的脸蛋并没有消失 安安静静地躺到床上 接着做美梦 更为震惊的是 床上的人竟然是朱莉 大卫很是害怕 朱莉明明已经死了 眼前的这个人是谁 索菲亚又到哪里去了 眼前的朱莉 声称自己就是索菲亚 大卫不敢相信 把朱莉绑了起来 打电话报了警 没想到 结果是大卫被抓了起来 警方以大卫暴力 殴打索菲亚罪名 暂时关了他 在汤米律师团的帮助下 让他洗脱了罪名 好友莱恩也找到他 无法想象 大卫竟然会殴打索菲亚 两人因为这件事情 彻底闹败 各奔东西 大卫很是疑惑 明明答的是朱莉 怎么就成了索菲亚 关键问题是朱莉已经死了 怎么会再次出现呢 稀里糊涂之下 一位神秘男子找到他 告诉他 你要冷静下来 才能重新掌管一切 顺便做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示范 让大卫控制酒吧的人 不要说话 竟然做到了 大卫非常惊恐 眼前的一切 太非以所思了 之后 大卫脑子出现 很大的混乱 勿将索菲亚当做了朱莉 惊慌之下 错杀了索菲亚 因此 他被当做罪犯抓了起来 负责掉他的心理医生 名为麦卡布 麦卡布家中有两个孩子 和一个美丽的媳妇 每次想到这里 他都会感到幸福快乐 关于大卫 为什么把索菲亚当做主理 麦卡布也解释不清楚 大卫突然看到 电视上的生命延续新闻 令他脑海中 闪过一丝画面感 大卫很有可能 和这项研究有联系 麦卡布带着他 找到生命延续公司总部 主管负责任介绍 本公司专门研究 人体冷冻计划 假如某个人不想活下去了 可以和他们签订合约 一旦被冷冻起来 公司的工程师 会让客户做梦 选择最美好的记忆储存 一直活在美妙的梦中 不过也会有一些bug存在 比如很强的潜意识 会直接影响到梦境 成为美梦还是噩梦 大卫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 大喊着我要答案 出现的男子 正是那天酒吧的神秘男 他就是生命延续公司的工程师 在酒吧 他就警告过大卫 用意志力控制梦境 但大卫当时并不知道 这是在梦里 其实大卫那天 和索菲亚约会最倒在路边 第二天是他自己 醒来的 醒来后 他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和生命延续公司 签订了合约 在某一天 选择死亡被冷冻 整部电影中 大卫被索菲亚 从路边叫醒之后的事情 全部都是虚构的美好梦境 之前的事情 都是在现实中 真实发生过的 他和索菲亚在现实 并没有在一起 杀死索菲亚是在梦境中 他的意识出现了混乱 现实中的索菲亚 其实很爱大卫 只是大卫自己猜疑太多 最终导致大卫选择冰冻 索菲亚忍受失去他的悲痛 大卫已经在梦中沉睡了150年 心理医生麦卡布 都是大卫潜意识虚构出来的 当工程师问麦卡布 他的女儿叫什么 他哑口无言 所有的证据表明 大卫活在梦里 现实中 他的公司已经很萧条 而且他交的钱 也快要花完了 想要从梦境苏醒 他必须克服恐高症 从高楼跳下去 最终 大卫选择真实的生活 从高空坠落 短短几秒 他的一生 快速从脑海中闪过 随着一生熟悉的 睁开你的眼睛 大卫再次苏醒 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本篇名为香草天空 本篇故事 我认为是比较烧脑的 最后大卫的现实还是梦境 导演留下了悬念 我认为 大卫并没有回到现实 最开始 大卫就是被索菲亚的 睁开你的眼睛喊醒 结尾大卫苏醒 也是睁开你的眼睛 大卫沉睡了150年 索菲亚应该是早已经死亡了 所以出现她的声音 证明大卫并没有从梦境中苏醒 我认为大卫选择病动 其实是错误的选择 150年 等她重新复活过来 认识的人都已经死亡 她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立的 没有任何存在感 活着的意义 就是因为有回忆 有人能够证明自己存在过 如果让我选择 我肯定不会选择被冷冻 如果换做你们 会如何角色呢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